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留着 留着备用 然后果盖呢 我们稍微切一下 为什么要把这个干果切碎呢 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就是还是有必要的原因 所以呢 算是我上一次的 经验之谈 还是切碎一点比较好 就不要太碎 还是要留一点 果然的口感比较好 就是我觉得做甜点也是就比较恋人耐心 人可以变得很沉稳一点 不能急躁 其实我也是造葫芦花苗 不过呢 在这个 有这个菜单的基础上 有这个教程的基础上呢 我加入了自己一点点创意 我的黄油差不多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加入糖粉40克 接下来就是力气活了 你可以用电动搅拌机 但是我们再没有那种东西 所以用手 把它搅拌均匀 直到它稍微有一些 黄油稍微有一些发 就有点发白的颜色 并不是这种金黄色 好 我大概打橙色的这个状态 就是它成为有点稀稀的 就是你们看出来 它的颜色已经是 有点开始发白 变成白黄色了 我们可以加鸡蛋了 一定要搅拌均匀 让它变成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糊糊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闻到那种 甜甜的鸡蛋香味 接下来我们要加一斤粉 接下来我们要加一斤粉 重点 要过筛 可以 看得上 好 接下来 搅拌 好 好 好 2个手 8个力量 2个力量 书上建议说用手这样来搅拌 因为手的温度可以让黄油是保持在一个比较软的一个状态嘛 你要是一直用勺子或者是用器具来搅的话 黄油可能就会凝固就没有那么均匀 闻起来是香甜的味道 尝一尝 嗯好吃 这个时候尝一尝你觉得好吃的话 那烤出来的话一定是会很香 如果你这时候尝觉得味道怪怪的话 那一定是少缺了点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饼干真的很难缺点什么 因为它就放这几样东西 好了 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收尾的阶段了 我想去把手洗干净了 放上我的竹链 放上我的保鲜膜 然后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吧 对没错 我就是要把它卷成一个 把它卷起来 像卷子菜卷饭一样把它卷在这个 我先磨理 所以你卷的直径大小 决定了你的饼干大小 我们这样 放进冰箱 三十到四十分钟 它稍微冻的硬一点的时候 我们把它拿出来 接下来 银干杯已经从冰箱里拿出来了 硬的 然后把这个竹膜去掉 它这个竹签是不会冻的啦 竹签还挺好用的 把它趁它融化之前赶快 把它切成小块 你看像我说的 它这个干果就是要切的碎一点 不然你在现在切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比较硬 所以切大块就没那么好切了 然后切成小块之后 放在我们的烤盘上 大概切一厘米厚 我并没有切得那么的均等 没有用工具切那么均等 所以像那种比较薄一点的 把头是这种就放在边角 就是自己做的手工感特别强 因为它的形状是七扭八歪 如果你有那种拇子 好一点的拇子的话 你可以放在方的拇子里 方形的拇子里 但是我没有 这种切的中间切的比较厚一点的 就可以放在中间火力比较旺的地方 然后我的烤箱放在大概190度到200度之间 然后先让它定时25分钟 让它预热个两三分钟 然后我的小饼干可以进炉了 烤完啦 就是它的上面的颜色稍微有点微微发黄 就是已经烤好的一个正名 所以时间大家自己要看好 好香 超香 哇好香 我能这样闻上一片 因为我觉得我上次烤的时候 火候不太够 所以这次我稍微多烤了一下 下边可能就会稍微有点点 好烫 下边还好 好烫 我们把它放凉 下边儿 转发 今天的访命里 我能不能停烤 在 groceries 衝教资 金籽 转钙 Stupid 我们 arriver 饿命 你 andare